金丹老人好像是在说服自己 好让自己关心 他自言自语道 就像那与道家三角比肩而立的龙虎山 还要分出一个天师府皇子贵人和外姓天师 历代诸多外姓天师 不乏精彩绝艳的尚武竞仙人 甚至历史上 还有过外姓天师道法压过天师府大天师的情况 可是那一方天师印一把天师剑 从来不会落入外姓天师手上 陈平安对此不难理解 他点头说 兵者国之凶器也 那些个大的仙家豪法 其实势力跟一个国家已经相差不大 但说一个家族或者国家 若是半点规矩不加 哪怕得到当下的一时兴盛 却只会埋下祸根 后世子孙恐怕要花费数倍的力气 才能正本清元 然也 金丹老人附和点头 一直将眼前少年误认为是高门子弟 所以陈平安这番见解 老人没有感觉任何意外 金丹老人随即溃叹 话虽如此 可是这个仙师辈出妖魔作祟的复杂世道 还是有很多 只凭自己喜好 只想一拳一剑打碎一切的人物 也不是说他们做的全然不对 说句心里话 那等无法无天的痛快 惬意旁观之人 内心难免都会有些艳险 只是这种人可以有 但是绝不可以人人推出 尤其看久了热闹 真当那一拳那一剑 莫名其妙砸在自己头上的那天 真心苦也 显而易见 老人肯定遭受过这类祸从天降的无往之灾 老人叹息一声 金丹静 尤其是剑修 哪怕在中土神州也会有一席之地 无非是从宝平州的异国状元郎 变成一位近士 可到底还是做不得真正的逍遥神仙 马智压下心境涟漪 微笑道 陈公子是武道众人 可既然要练剑 以我作为假想敌 就该知道练器士的底细 马智突然停下言语 想来这些公子都已清楚 我就不唠叨了 陈平安摇头说 马先生指管说 好话不嫌多 马智微微一笑 炼器是中午镜 洞府 关海 龙门 金丹 原鹰 我所在的金丹境 能够将整座气海 凝聚成为一颗金色丹丸 至于金丹的品相 大小和异象 因人而异 一般说来 通过龙门境时期的丹室 就能大致推算出金丹的优历 我正是当初这丹室粗糙 侥幸结丹 金丹品相便好不到哪去 便知道自己无望原因了 若非如此 我马智一味金丹剑修 为何仍是敌不过 灯笼台结毛的楚洋 这些年老龙城 背地里不知道 多少金丹同北 和那个中无境的小家伙 以此取笑我马智 久而久之 便流传了一句话 小时寥寥 大魏必加 马智事业 马智说起这桩糗事 哈哈大笑起来 显然全无心结 陈平安突然问 马先生 能不能问一句 关于你的修为境界 马智一点头 自无不可 马先生什么岁数 寄身龙门镜 单室有几幅图画 几种场景啊 马智心中恍然 果然是山上第一等的 仙家子弟 否则绝对问不出 如此问题 那些个壮大运气深 中武境的山泽散修 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龙门镜的丹室 可以布置一幅画卷 真正的修道天才 可以有两幅丹室壁画 马智这一生 接触过的前辈修士 有数位元英帝先 就都是两幅 一位玉仆镜神仙 则是三幅之多 惊世骇俗 马智扶须而笑 并不藏掖 坦诚相告 先前提过一嘴 我马智是在一百九十岁的时候 寄身九镜金丹 龙门镜嘛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啊 七百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我修道较晚 否则百岁之前 鲤鱼跳龙门 问题不大 陈平安一脸震惊 咽了咽唾嘛 马智以为是少年 惊讶于自己的修道天资 老人笑意多了几分 殊不知陈平安之所以 有此疑问 只是记起了 当初在泥平巷祖宅 一位姑娘充满懊恼 和不满的自言自语 他当时啊 竖起耳朵 一字不落地听了静静 什么我只达到龙门镜 什么丹室之内六幅图案 什么尚未画龙点睛 尚未天女飞天 陈平安默默摘下养剑壶 喝了口香醇的桂花小酿 压压惊 多喝两口 赶紧压压惊 马智被蒙在鼓里 反而笑着安慰少年 陈公子 以你的出众资质 哪怕走的是武道意图 未来成就只会比我 至高不低 只要脚踏实地 大到可期 不妨就从今日开始 适应我的剑气做起 陈平安脸色尴尬 点了点头 道了声好 马智站起身 正色道 武道炼气三境 魂破胆 其中三魂七魄 三魂为胎光 爽灵 幽精 我就以三种不同剑气 先后帮你洗刷 冲荡和砥砺 体内三魂 我自会拿捏好分寸 不会伤及你的缘技 在此期间 你大可以同时练习 那本剑谱上的 弓手四招 前提是 你做得到的话 老人笑容玩味 虽然不知少年 为何早早地具备了 魂破胆的雏形 可是被一名 金丹剑修的剑气 侵入弃府 扫荡三魂 其中滋味 别说是咬牙练习剑术 能不能站稳脚跟 还两说 话说回来 如果陈平安真能做到 哪怕只是支撑一时半刻 剑谱记载的那四招剑术 必定会进步神速 陈公子 小心了 我先以一分剑道真意 试探你三魂的厚薄程度 马志笑了笑 一柄本命飞剑 从老人心口处飞掠而终 悬停在两人之间 此剑被我取名为良音 诞生之初 是在一棵参天大树的树荫之下 已经与我相伴两百多年光阴 算不得如何锋利 可是与人对敌 悄无声息伤人神魂 还算不俗 陈平安别好养剑狐 使劲拍了两下 是要里头的初一十五两把飞剑 安静一点 不用出来跟同行抖露威风 然后陈平安微微皱眉 纹丝不动 就连气息吐纳都与往常一模一样 老人则是心中倍感震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